是的 中国的政策一直和欧美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零容忍的政策呢 在过去一年之中还是看来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几次大概五六次地方性的这种爆发 都是以这种政策来说在几周之内就控制住了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众来说 这个政策的有效性他们还是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有改变 因为如果有改变的话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恐慌 但是如果这种现象像这一次一样有多个城市 而且开始的更频繁或者控制的时间需要更长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花销和经济上的影响 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我相信政策制定人会有所考虑 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讨论 就是是不是应该改变这个政策 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感觉这个调整的话 因为现在的零容忍主要是说 如果一旦一个地区发生了疫情 那么马上所有的人全民 就是我们所谓的mass testing 就全民要进行检测 而且是多次的检测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的人群的运动 也是花销很大的 所以是否就是说这种检测率会慢 但是会不会像现在就是说很急快 连夜就开始做这样的检测 这个有可能会有缓解 另外呢就是说当地的这个行 就是旅行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马上就取消所有的航班 这也有可能有改变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对国外的一些 这个旅行的这个限制会不会有改变 我想长远来说可能会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 这些政策在过去是有效的 所以现在估计短期内不会有所太大的改变